欢迎来到本期的低配电脑可以玩什么游戏系列视频 今天测试用的设备依然是GPD PR Max 它的鲁达式跑分为8.3万份 要测试的游戏是魔兽世界怀旧服 相信这几天大家都被这款老游戏给刷屏了 作为一个魔兽世界老玩家 虽然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碰过魔兽世界这个游戏 但看到它又重回网络游戏C位 心里还是很高兴的 怎么也得支持一下 兴冲冲的找回密码 充卡一起合成 登陆游戏时却尴尬了 排队人数动辄就是好几千 我就是在这种恶劣条件下 现在其中一个服务器玩了两天后 实在受不了这种排队 只能再换一个不用排队的服务器重新开始 另外现在官方已经推出了更换服务器的功能 可以直接将排队服务器的游戏角色 建议到不用排队的新服务器中 游戏不用我过多介绍了 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 这是一款暴雪出品 有网易代理的角色扮演类网络游戏 相比现在版本的魔兽世界 回旧服务难度更大 升级也比较慢 拍这条视频的时候会在七级 游戏中的画质选项 我设置的游戏画面 在1280x800分辨率 三档画质下 游戏运行的帧率稳定在60帧左右 可以说是非常的流畅了 毕竟这是款老游戏了 对硬件配置的要求并不是特别高 相信绝大部分笔记本电脑都可以完美运行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 如果你喜欢版视频的话 非常希望能耽误您一点宝贵的时间 点评赞 同时也欢迎关注我 第一时间获取最新的视频 如果你有什么其他想要测试的游戏 欢迎在视频下留言 下一期就可能会是它了 下面就请继续观看 魔兽世界怀旧服游戏 在英特尔M38100外 低功耗处理器上实际的游戏效果吧 我需要更多的法力值 法力值不足 我需要更多的法力值不足 我的法力值太少了 我需要更多的法力值不足